1,2,3,4,5 1,2,3,4,5 1,2,3,4,5 Hello,大家好 今天又是一個很完美的finish 完成了我的weekend 差不多,有少許工作要做 不過Sunday,Sunday是我們最忙的時間 我們很開心又再次可以幫到我們的 朋友、球員、學生等 去達到他們的改善 再次多謝各位的時間 給到小弟幫助你們 我們繼續下去 我們走STM的教育方法 我們今天分享一些Rhythm and Timing Rhythm就是你能不能做到 要求那個Beat 有一個Tempo 長期能不能做到呢 就是你的Timing 好不好了 每一個Rhythm 每一個人是有少許不同的 不過呢,我們會給大家一些 基本的Ground Rules 可以去跟 先跟進 之後呢 你就可以發展自己的風格 我會給大家一個提示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當然呢 你要配合我們STM的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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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重要的 令到大家可以correct到你的錯處 當然這個很重要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每一樣東西都有rhythm and timing rhythm就是我們能不能做到的beat 還有timing是能不能做到的 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STM的訓練系統裡面的rhythm and timing 當然各位其他的教練 各樣各人有不同的系統 我們都很尊重的 這個只是我們STM的訓練系統 我先會示範髮球的時候 有三個progression 第一個我們先拿起髮棒 我是右手的 這個是1 拔球是2 我們會是1 and 2 and 345 1 and 2 and 345 345是沒有and的 因為我們一定要有 Slow flow and then accelerated flow ok 那你那個timing 如果你這樣做 是會令整個serve會smooth些的 那這個呢 就是比你第一個progression 這個就是先拍上 然後toss 然後contact 這個球 例如1 and 2 and 345 我下了網 我們要描高一點 加上 Visualization 1 and 2 and 345 是很容易改的 因為我們用Visualization 去描高一點的球 那我就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下一個step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是用這個serve去做 不過這個serve 拿起一塊棒 然後toss的球 是一個很好的regress before progress 是一個很好的check 就算你多advanced也好 你用這個技術也會幫到你 解決你的問題 那這個不只是我講的 很多聰明人都講的 包括我某個師傅 叫做Nick ok 那我跟大家分享另一個就是 你會一起拿上來 那個棒和拋球的手 一起拿上來 一起拿上來 好 那這個叫做trophy position 這個位置 ok 但是我們先要分開的手 就是要分開的 ok 那一分開呢 就是one 一拿上來 就是two and then three,four,five ok 不過你要記住 one and two and three,four,five ok 我們試一次 ok one and two and three,four,five one and two and three,four,five 整件事是不應該吃力的 各位朋友 那我們呢 就拿著一塊 stm的325的球拍 ok 那就ready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four,five one and two and three,four,five one and two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four,five one and two and three,four,five 那個旋轉 令它越來越進 整件事我都是很放鬆 one and two and three,four,five 是利用拍的重量 去幫我做這件事 ok 那最後一個是最難的 progression 不過難不了你們 對不對 那在座 多謝各位收看 我們會分享 最最後一個progression 那我先拿三個球 那最後一個progression 就是我們先扔一個球 之後再拿著手上來 ok 那這個就是 one and two and three,four,five 我們一定要是 one two three,four,five ok one and two and three,four,five 那這個是一個 basic的progression 不過是最advanced的那個swing 因為你現在是 先拋那個球 然後再拿著手上來 這個是最advanced的progression 來的 各位朋友 記住你千萬不要很急 去做這個 做了之前的兩個 ok 那現在試試給大家看 ok ready one and two and three,four,five one and two and three,four,five one and two and three,four,five 那 順很多 one and two and three,four,five one and two and three,four,five 那我要描高一點 two and three,four,five 那整件事呢 是很smooth and easy and continuous 令到我呢 可以加上 breath and 然後加上 visualization 那個palmage 過網 然後下來 令到我 三種serve 的progression 都很成功 那當然呢 這個sharing 是送給大家 那 我們呢 又繼續去 progress into more advanced 的progression 那當然呢 我們呢 可以呢 鼓勵大家去了解 STM的shadow motion racket 它越重呢 就越聚的 它越聚呢 就令到我的手呢 自然幫我做那件事的 那當然 這個是非常好 各位呢 是可以 慢慢 清了自己的nervous 有時候呢 或者是 你太好想 好想做得好呢 有時候呢 regress少少 take a step back 鬆一下個人 啊 鬆一下個人先 因為呢 你鬆回個人呢 你會發覺呢 你打球呢 是會舒服很多的 那呢 無論你做什麼timing都好 無論你做什麼timing都好呢 都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 1 2 and 3 4 5 第二個呢 就是一齊拿上來 一齊拿上來 1 and 2 and 3 5 之後最最後那個呢 拿起 拿起它先 1 and 2 3 4 5 整件事呢 三個progression呢 都那個tempo 是拿得好 那因為我練得多呢 我的timing每次都 那個beat都是一樣的 這個非常重要的 給我 為朋友 無論你做什麼運動都好 你的rhythm和timing 都是非常重要的 rhythm和timing呢 是影響到那個tempo tempo呢 是會影響你training什麼 balance strength 或者power 非常connected的 整件事 千萬不要低估它 那如果你是 做 balance 是用慢一點的tempo strength 快一點點 然後power 是最快的 not 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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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ter 可以這麼說 not 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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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ter 簡單來說 很多東西都是用複雜的東西 變成很簡單去送給大家的 大家ok呢 就跟我說個goodgood 寫個goodgood 如果你喜歡寫goodgood 你寫三個good 或者成幾個都可以 多謝各位的收看 那麼呢 有些什麼question 可以隨時問我們 那當然 是很多其他balance 和 不是 rhythm和timing的東西 都可以分享給大家的 那今天呢 我就要 wind down少少 因為have a long day today 今天呢 曬了很多 不過呢 我們是有機會幫到很多 我們的 好開心的client 多謝Ellion thank you你 多謝了 那麼呢 各位呢 記住千萬不要只打球 要STM shadow tennis movement training 你用的時間 你invest你的時間 投資到你自己的揮動技術那裡 揮動技術呢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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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5 6 5 5 5 6 5 5 6 5 他正在表演 他跟我說 你想調整一件事 例如 contact point 你要調整之前的東西 你再想調整之前的東西 就要調整轉 轉會影響 轉會影響 會影響 contact 如果你想調整一件事 你要調整之前的東西 例如 serve 我想調整 trophy position 我一定要調整這個 separation 我想調整那個 contact 即是我一定要調整整個 轉回 contact 整件事是很重要的 你的 timing and rhythm 很重要的 另一件事我最喜歡的是什麼呢 關於 rhythm and timing 令到大家都可以很鬆軟 鬆無鬆軟 鬆軟 不要硬挖挖 因為你有發覺 大家有試過打比賽 是緊張到 人都硬了 那時候 是一個 ideal time 去數回你的節奏 因為 我們 shift 了我們的 requirement 去 beat timing 沒有人說 你一定要做這個 form OK 當然你做這個 form 是對的 我們不是說不要緊 不過你馬上 shift 了 去做另一件事 之後再做那個 form 你會發覺 你的收穫會好一點 因為 tennis 有很多 aspect 我們不只是說 mental technical tactical physical 這四件事已經是 beyond 我們 beyond了這幾件事 我們現在有 rhythm and timing 我們有 balance and stability 我們有 precision and accuracy 好 我們 deep deep down deep down 去 research 那些 elements 來幫助大家進步 這個 deep 這個字不是我自己說自己的 是我有個德國的朋友 STM的 partner 他說 沒試過有人寫 shadow 那裡 寫得這麼 deep 去 這麼深入去講這些 因為我真的發覺 做教練 你怎麼解釋給學生聽的 一件事 你不是一定要 shadow 你必要用 shadow 你一定要用 shadow 無論你自己示範 你練習的話 你沒理由每次去到球場 你一定要用 shadow 教練 解釋給學生 一定要用 shadow 學生 教講話給學生 就是大家朋友聊天 都會用 shadow 去講的 所以 shadow 一個 medium 去 communication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 STM 是幾 powerful Anyway 在座很多朋友在看 多謝你的時間 Sunday night 都聽我說Live OK 那就 最後一個 因為你們這麼好 你看我Live 我給個提示給大家 好嗎 如果你想我給你一個提示 就寫個yes more tips給我 OK 我想一下 如果各位朋友寫 我就回來 講 OK 寫個yes one more tip 我就會給大家解釋 如果沒有人寫 就寫個頭 如果沒有人寫 我就不講 OK 我們非常重要 Rhythm and Timing 是令到你什麼 一個 element 就是放鬆的手 放鬆的手 OK 放鬆的手 OK 我們想 如果你要感覺到 你的手 握得很鬆 它想出來 它好像想出來 但當然 它是很想出來 OK 它想出來的 如果說正手 你看 swing下去 它想出來 那塊拍子 好像想出來 OK 但是正手打出來 它想出來 那塊拍子 那個 force 那叫做什麼 那叫做 angular momentum OK 如果是數學的朋友 如果你知道什麼 叫做 Polar coordinate 或是有一個Spiral 是在中間開始 我看鏡頭 然後這樣轉出來 OK 這樣轉出來 好像滴塊石 滴塊石 在水裡 它會Spiral出去 OK 那我們是由 Inside 轉出去 OK 所以你要記住 是扔出去 扔出去 我們扔出去 OK 今天我可能 用後手 去示範給大家看 為什麼呢 你看到我 我扔出去的時候 它是上去的 但是我當然 不是放開它 我扔完之後 我就不會回來 你看到我 就是一條線去那邊 那當然我是單手 back hand 我用球去示範 那你看到呢 我扔出去 我是不會回來的 我扔出去 我就會有一個 Inside to outside的動作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球呢 是不是彎一點點呢 那個球有點彎 是不是 看到那個球彎嗎 大家看到那個球彎嗎 大家看到那個球彎嗎 如果你看到那個球的curve 就寫一個 Yes curve 寫一個curve給我 C-U-R-V-E-Curve 單手back hand也curve 不是只是正手 很多人說 Henry我想學你的 Banana Shot 我們這陣子的教育 有些人說 我想學你的 Banana Shot 因為是四手學的 那今天呢 我扔帽子是back hand 單手back hand 那些人又會說 Henry So 你又搞什麼 我就展示給大家看 我不管別人的 我展示給大家 我的粉絲看 單手back hand 都可以curve 再示範給大家看 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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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curve 哎呀 打中球 這個真的 Sorry 這個不是特意的 OK 我很誠實的 我們這些 我們打下去 我扔出去 那個球就會curve 單手back hand Banana Shot Ready OK 大家看不見那個curve OK 大家看不見那個curve OK 大家看不見那個curve 你看到就寫curve OK Thank you Thank you 各位 那怎麼做呢 就是因為我inside to outside的動作 inside to outside OK inside to outside 那我發拍呢 那個momentum是想出去的 不過我hold著他 我將他 繼續去上升 就是inside to outside 對 那現在看看呢 我示範多一個 看看要退不動 對 我先退後 你看到 是嗎 你看到 是嗎 你看到那個球 是curve 過去的 是嗎 因為我curve出去 他就會彎過去了 那今天呢 就有個extra tips 給大家 因為各位 多謝各位的support 那我 放工都Live給你們了 OK 那就記住 你放鬆的手 是你最重要做的事 所以變成你這個手是出去呢 某程度上呢 都會achieve到 我各位所謂的 Roger Federer的 植臂 所以植臂呢 我不太喜歡這個字的 因為植臂就變成了 我們好像很直 其實你一throw的手出去呢 你throw出去呢 其實就會自然會直的 這樣啊 你throw出去 然後之後你回來 你就會achieve到 他那個 inside outside的action 對啦 那這個呢 大家可以在家裡試試 千萬不要 敲到一些燈啊 門啊 牆啊 因為待會 就會有人投訴你了 對不對 叫你就不要做了 不過呢 如果你可以呢 用手做都可以的 千萬不要 吐到一些牆和門 OK 要不然呢 就要找裝修師傅了 那呢 那呢 希望各位就 繼續努力 STM 是個非常powerful的method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那好了 我要take a break and more work for me 因為next week is monday next day is monday and monday 我會有good start to next week 各位 have a good week 準備定今晚mentally for a strong week next week OK 多謝大家的收看 and有些什麼呢 大家可以contact我 或者寫 comment給我 因為呢 我們這塊 smr呢 它非常開心的 那這塊 重拍是可以幫到大家 relax一點的手 令到它可以 幫你 吐到那個波 多謝大家的收看 and have a good night 現在已經冷了很多了 OK 但看到我已經曬到這樣了 不過今天也算不太好 謝謝各位 and talk to you soon 下次就跟大家分享多點 多點的提示 請share給你的朋友 讓他們可以呢 了解一下 如何可以單手back hand 打到golden 拿出來 thank you各位 and see you soon